今天让大家介绍OPPO最近公布的FINE M 首款的荧幕可奥特手机 那其实OPPO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说明说会推出荧幕可奥特手机 那只是说在后面自己一直在追求说最好的荧幕可奥特手机的使用方式 那在最近的OPPO螢幕对于2021的活动下他们公布了FINE M 这款荧幕可奥特手机 那采用的是跟三星一样的内格式的设计 不过跟三星的设计不一样的地方 在外面的荧幕采用16.9的5.49寸的荧幕 那内部一样是采用7.1寸的设计 不过在荧幕显示占比的话 它是采用了千近1比1的比例 那依照OPPO的说法是 这样子你不管是正拉或是很拉的时候 它使用的显示范围其实都是接近相同的 所以也不会去因为说你可能只能拿特定的方向才能使用 使用大荧幕或者是说 它对直拉很拉会呈现不一样的使用 那以5.49寸16.9的这个设计来讲 它会比三星的荧幕可奥特手机使用起来比较好 比较接近一般的手机使用模式 那一样是在外面你执行了一个APP之后 它摊开主荧幕它可以直接五共性 所以在一体规格上的话 OPPO FINE是采用了Skype 1888的GDP 最高配置12GB的记忆体 跟512GB的储存容量 电池是采用4500mAh 那支援33万的有线快充 然后本身也支援无线充电 甚至它也支援了无线反向充电的功能 在内部的萤幕设计的部分 它也支援就是可以很快的同时执行两个APP 你只要在手机这边执行这个点 然后透过双值的由上往下滑动 它就可以很快的执行多分择的画面 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想要在执行这个APP的话 你再从旁边的侧拉 再点出一个APP 或者是说 执行多分择 它就可以快速切换成不同的APP内容 那甚至它也可以用滑动的方式 不动视窗的方式来指定最多三个APP同时使用 那在整体的使用部分的话 它其实蛮适合在一般的手机使用模式切换桃屏满的操作界面 那其实对很多使用者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非常的便利 在外面的主上机的部分的话 它是采用了5000万画素的主的广角镜头 跟1600万画素的超广角镜头 另外再搭配一个1300万画素的长焦镜头 那在铰链的设计的部分 它们强调是用0.1mm的精度 通过136组的零组件来构成 所以它会强调说在整个的密合度都会非常的高 甚至在荧幕招折合的部分 它也采用了随机的设计 那在凹折的时候 它可以有一定的形变的容许率 那在摊开之后 它就会维持比较平整的方式 那相比其他的螢幕和凹折手机 它的中央的折痕 虽然还是有一点点 可是并没有到非常的明显 那因为刚刚提到的就是0.1mm的制作精度 所以让它的整个螢幕在折合上的密度也非常的高 比方说像之前在发表会的时候 它们也有展示用一张纸 用一张纸然后用手机去夹布 那这样子的精度其实也是相当的低的 不过目前 FiN只有先在中国大陆这边开放销售 那昨天它们已经开放了E4 那主要会在12月23日在中国市场销售 目前台湾会不会上市这款手机 目前都还不知道 那这就是这次介绍的FiN 好吗 好吗 我好吗 好吗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